风雨无阻 走入邻家庭院 拉家厂聊生活 她是普通的维吾尔族大姐 站在课堂讲台 做宣讲谈法律 她是激情澎湃的普法专家 新疆伊宁市司法局 伊犁河路司法所所长 米和热泥沙土乎地 基层普法战线上的优秀代表 这位维吾尔族的大姐 叫米和热泥沙土乎地 今年43岁 她是一名基层司法所的所长 她这工作要别人看挺枯燥的 普法宣传 服务百姓 邦交转化 反正就这些活 但是参加工作整整19年后 她把这些普通的工作 做到了不平凡 现在不光在伊宁 在全新疆 这米和热泥沙都得算个名人 她是新疆基层普法 宣讲队伍的标志性人物 人家有很多粉丝 而且经过她帮助 感化重归于好的这家庭 成百上千 但是人家米和热泥沙大姐 自己觉得 她依然是那个草根宣讲员 米和热泥沙土乎地 新疆伊宁市司法局伊犁河鲁司法所所长 第一眼看见她 我们很难把这个活泼爱笑 亲切和蔼的维吾尔族大姐 跟她的所长身份联系在一起 在外人眼中 基层司法所的工作就是调节纠纷矛盾 安置邦教 普法宣传 基层普法员就是跑跑腿动动嘴 无非就是照本宣科 但是跟着米和热泥沙四处宣讲之后 你才能感受到她的与众不同 一身鼻鼻的警服 一直保持的激情 这就是米和热泥沙最显著的标签 东奔西走去宣讲 挨家挨户去普法 这几乎占据了米和热泥沙 每天工作的全部 二十年前 米和热泥沙是当时为数不多的 维吾尔语 汉语 都精通的法律专业毕业生 她本来极有可能成为收入可观的律师 却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安排 依然选择了基层司法所的工作岗位 米和热泥沙这一干 就是将近二十年 其中辗转了两个基层司法所 她进学校 进农村 进牧区 甚至还要去监狱发材料做演讲 这样的工作周而复始 当然这期间 她无数次被人拒之门外 也无数次遭遇冷言冷语和冷言 每一个新门释放人员的房子 最少去二十 因为第一次去的时候 她不愿意给你开门 那人家不给你开门 你能给她拳打这个我们的法律法 人家就不给你开门 然后我就反复地要去 今天她不给我开门 第二天又去 我带我们司法所的工作人员 带到党的这个新门释法人员的房子去 最后要通过我自己的实际行动 感动这个 前面她不给我开门 这个新门释法之后 她开了自己的新门 旁人看来基层普法的工作 往往都是费力不讨好 米赫热尼莎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份职业 而且坚持了将近二十年呢 她说在自己的家乡普法宣讲 于公于私都有特殊的意义 然后有些个别小说民族的这个年轻人 不知道这个什么一个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想法的 这个这本的义务和权利 还不知道这个什么叫犯罪 米赫热尼莎说 当她接触越来越多自己的维吾尔族同胞 因为不学法不懂法 而误入歧途之后 她就越来越觉得 自己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这两三年我在道士宣战以后 有些地方的就像 也就是做了犯罪 到了李老师 你怎么能早一点 给我们讲这些故事 你为什么早一点 给我们讲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 我们真的后悔了 她自己哭起来了 眼泪了 她知道她自己的错误了 她前面不知道这个什么 什么对什么不对 她就是不知道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 普法可不是动动嘴 跑跑腿那么简单 首先你看 新疆地方那么大 从哪到哪开车都得好长时间 第二 这牧民农民住的地方都很分散 米河热尼沙大姐 经常在一个十几二十人的地方 刚讲完 马上开车 一两百公里之外 又一个十几二十人的地方 继续讲 第三 就是有很多这个维吾尔族的群众 他听不懂汉语 所以米河热尼沙 得把这些法律的知识 专业的术语 翻译成本民族的语言 让更多的人听懂 听懂还远远不够 怎么让这些枯燥难懂的法条 真正的在生活当中 为维吾尔族的群众接受 在生活中发生作用 那是最困难的 那怎么能给这个老百姓 能听懂的语言 全达给最继续的老百姓 那在我宣传过程中 我在前面有 因为我是毕竟是学法律卷语的 一回来以后 我在开箭这个不法宣传过程 我就光把这个内容方面 就是理论方面的那个 就是概念给这个老百姓 怎么老百姓听不懂 有些人好像是 米老师 什么叫宣伐 每次宣讲前 米和热泥沙头会做足功课 将历史文化宗教法律知识 有机结合 搜集鲜活的实力 用最接地气的语言宣讲 让普通群众听得懂 用得上 你就比如就是一个小家庭 一个父母亲他孩子 就那个三四四个人在一起 那这什么叫国家 国家就是这么多的小家庭 组成的一个大家庭 就叫一个大家庭 叫中国家 那我们一个小家庭 也有自己的封锁 也有自己的规则 那这这么多的小家庭 就是一个大家庭 大家 大家庭 也有自己的 这么一个规则 米和热泥沙说 宣讲不是靠嘴 而是用心 宣讲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祖国的未来 为了民族的团结和睦 他说 要告诉更多的维吾尔族同胞 应该走怎样的路 听过米和热泥沙宣讲的 维吾尔族群众 基本都会被他旗帜鲜明的观点 生动典型的案例 深入浅出的道理所打动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这个我宣传过 有些人就是感动的要哭出来了 米和热泥沙你说的 这些话是非常非常的有道理的 米和热泥沙宣讲的范围 已经不局限于自己的辖区 整个伊宁市 整个伊犁州 甚至全江各地 都留下了他普法宣讲的足迹 起初米和热泥沙的宣讲 不像现在这么受欢迎 他这普法工作 那会儿还经常受抵制呢 经常吃闭门羹 就很多人就跟他说 说法律是什么呀 为什么要学法呀 我们不需要法律 我们不懂法律 不是过得挺好的吗 甚至有人怀疑他的动机 就为这个 他不知道吃了多少苦 受过多少罪 还得承受很多不为人知的 委屈 误解 米和热泥沙最早任职的卡尔敦乡 位于城乡结合部 居住着维吾尔族 汉族 哈萨克族 回族等十几个民族 流动人口多 吸毒犯罪等高危人群多 曾经是伊宁市治安的重灾区 开展这项工作 非常非常粘度 公安派说只能像不三一九岁 因为他们犯罚了 司法部门处理了 释放以后 释放以后的在社会上 管控报告 对象是我司法所的 对几层司法所的 开展最重要的项目 这些因子 不应动的因素 还在社会上存在 已经打击了 释放了 那我们这方面的工作 没有耐心的 没有坚信的 没有做好的话 你自己开 影响不影响 这些事情 形象的时候问题 影响不影响 没有团结 作为司法所所长 米和热尼莎 要经常与社区服刑人员 回归社会人员打交道 同时还要说服教育 吸毒 刑满释放等重点人员 给这些人的家属 去做工作 他们特别在这个 刚兴满的时候 他们的态度比较 好像是不认为 我们国家的法律 也对这个 现实的这个社会 不卖 还是顽固的 这种思想 阿珊 曾是卡尔敦乡 花果山村 一名刑满释放人员 米和热尼莎 几次登门走访 都吃了闭门羹 说到和阿珊的相识 米和热尼莎回忆说 他可是块 南啃的骨头 你和热尼莎不甘心吃闭门羹 一连大半个月 每天都去阿珊家报到 从乡政府到花果山村 有五六公里的路 米和热尼莎 往返 全靠步行 有一天 他坐在阿珊家门口 等了两三个小时 硬是堵到了阿珊 我说我不是你的弟人 我是你的同意的民族 也可能是你我的弟弟 有不然的话 你是我的哥哥 我们同意的民族 别忘了 我不是你的弟弟 我说给你说的是个心理话 你在监狱里面 你的孩子 你的爱人 你的父母亲 都担心你 你考虑了没有 你的孩子 你家人考虑了没有 然后那个那个 你笑后就哭起来了 听完之后就哭起来了 哎呀 我以为是把你 当中我这个人的弟人 你想到 你是没想到 你尽尽的我 我姐姐样子给我说 讲法律说政策 解心结谈出路 米和热尼莎和阿珊一家人 成了朋友 阿珊渐渐回归生活的正轨 还开了一家木材厂 他在成功邦教转化后 还跟米和热尼莎一起努力 让多名浪子迷途知返 他给我那个学了 就那个法律 我以前什么都不会的 他给我那个 慢慢地给我讲了 然后我那个思想 我往下在那个改变了 就是改变以后 我跟他们那个宣讲堂了 宣讲堂往下在 往米和热尼莎 去那宣讲堂了 他争顾自己的这个故事 要感动别的新闻西方人 也在监狱里面复兴人员 现在的这个他的身份是 也是往米和热尼莎宣讲堂的 很优秀的一个宣讲员 米和热尼莎 从参加工作到现在 总有人对他当初的选择不理解 经常有人劝他 说像你这样的 法律科班出身的 还精通汉语 维吾尔族语 在当地 你当个律师 那得多挣钱呢 何苦这么天天的东奔西走呢 刚开始他觉得做这些事啊 那是他在司法所的本职工作 他不得不做 可后来 普法宣讲成了他帮人 救人 改变人的方法 他必须要做 他说 苦我不怕 我能吃苦 百劝无果 我不怕 我能想101个办法 但我怕这些人不转变 感人心者 莫先忽情 正是有了这种 弃而不舍的精神 再顽固的重点人员 也会被他的诚心 一点一点的感化 重新回到生活的正轨 现在 米和热尼莎又多了一个身份 米和热尼莎宣讲团团长 目前 宣讲团成员 由成立之初的12名 发展到50名 成员中有社区干部 草根宣讲员 还有被米和热尼莎 教育转化过来的 刑满释放人员 我希望以后也 我这个米和热尼莎宣讲团 也靠到全新疆 全新疆的 就是跟我一样的草根宣讲员 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 维护社会稳定强制住案的 这个总目标 我们一起去努力 2014年5月至今 米和热尼莎 共宣讲近千场次 受教育群众三十余万人次 从参加工作至今 米和热尼莎成功邦教转化 逾百重点人员 无一人重新犯罪 19年坚持 从直接面对一个个重点人员 到间接帮扶千百个家庭 从自己一个人努力 到带动身边人共同宣讲 米和热尼莎始终坚信 只有坚持法治思维 安定团结的道路 才能越走越远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为后我们家的平安 为后我们足够的平安 各民族的大团结 因为我是个中国人 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我不退出的一个最重要的人 19年的一线普法工作 可以说掌声与危险同在 19年的宣讲经历 也是心酸与感动并存 从直接面对一个个重点人员 到间接帮助千百个家庭 从自己一个人努力 到带动身边的人共同宣讲 米和热尼莎始终坚信 只有坚持法治思维 安定团结的道路 才能越走越远 而在新疆的基层 还有一大批 像米和热尼莎这样的宣讲员 他们活跃在社区 学校 机关 村庄 正是他们的努力 坚持 坚守 才让法治的阳光 洒满更多的角落 我是吴云鸣 明天见